訂閱分享小鈴鐺 給喜歡的你第一首最新的消息 給不喜歡的你第一首最討厭的消息 哈囉大家好我是肉肉 今天肉身小教室要來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把天空上的禮物打下來呢 這個可能已經有很多的朋友知道要怎麼做了 可是像我呢 一開始是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把天上的禮物打下來 我就一直用彈弓 不是彈弓 我就一直用捕捉王 一直打一直打 我就想說他離我其實蠻近的為什麼我就是打不到他 最後才發現其實是在用彈弓這個工具 彈弓這個工具在起始的時候 可能一開始他是拿不到的 但是當你去你的商店就會發現 就是最小的在帳篷裡面那個莉莉 你就會發現說他其實有在賣彈弓 而且他也有在賣彈弓的方程式 那你如果在進到商店以後你就會發現其實有彈弓 那你再大一點的商店就會發現有比較貴的彈弓 他的耐久度比較持久一點 那在最下面的地方呢 也會有彈弓的DIY方程式 你只要買到這個以後 你就可以找到材料 那你就可以自己做彈弓 你就不用拿著捕捉王在那邊打半天 東打西打其實也打不到 那你買好這些東西以後呢 我們就開始去我們自己的DIY製作台 或是帳篷裡面的製作台其實都可以 那我們打開這個程式以後呢 你就會看到彈弓他所需的材料呢 在哪裡 在這裡 彈弓需要五個硬木材 那你做好之後呢 你就會有可以得到彈弓 你就不用傻傻的站在下面 一直打來打去都打不到了 那這樣子就可以把天空的禮物打下來囉 訂閱分享小鈴鐺 給喜歡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 給不喜歡的你第一手最討厭的消息 謝謝大家